好 其實威姐的手上這些飾品 老實講 我覺得是不適合她 怎麼可能 我哪有不適合的東西 妳有 妳有 妳有好好認真看待妳自己嗎 我就覺得說包括跟她服裝 我覺得她這飾品比較剛性 對 如果她今天穿一個什麼皮夾克 或者比較帥氣的外套 我覺得是 妳這個給班傑好了 這應該是班傑比較適合的 妳戴一下嗎 就是戴這一些 對粗曠一些東西 所以 然後再來就是威姐的膚色的部分 就是比較偏黑一點 對 所以像這種銀式 或者是這種比較成就感的這種 就顏色它是比較雜的 這種舊舊中都不適合她 戴金色是最好看的 真的 就是亮金 99.9那種嗎 不一定 只要看彩莉 像她的那個 看彩莉 像看的 以她的膚色來講 其實我這邊有 妳要不要先髮掉 或者直接就 就給班傑 班傑手也很忙 對 我的東西也很多 也很多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然後她威姐也很適合 有一點點金色 再加很多色彩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兩個紙的一起帶的 這樣嗎 對 好爛喔 還是兩紙 對 你看 有點就帶起來了 這整個變好貴氣 對 剛才那個手指頭 整個就是比較男生 而且感覺 可以比較一下嗎 對 可以比較 剛剛的 來 我們來戴一下剛剛 妳看 這樣子 它本來是 妳這樣直接放起來 妳看她手本來是短 那這邊就變長 真的 妳有沒有覺得 那一次真的變白 對 而且比較白一點 整個亮起來了 好奇怪 然後像這裡也有 它很適合 我覺得威姐就很適合戴這一些 就是很特別 然後有一點點個性的 妳看這個戒指 這好可愛喔 它的珍珠是藏在這個 我們的戒指這個環裡面 這好可愛喔 然後還有一個嘴唇 然後有顏色 然後跟這個鑽 像我放在這隻手 妳有沒有發現 這銀色的部分 就完全不出色 等於你後面在那邊 金色的部分就非常的... 對 對 就比較出色 然後妳真的是屬於貴氣的人 越亮越好 真的假的 對 來看一下 後面有亮亮的東西 妳看一看 妳發現它越亮越好 真的 好亮喔 對 先知道這個原則 然後再去看妳女朋友的膚色 再去買試 對 就不會出錯 是... 不然妳買了 通常女生最討厭 最怕就收到那種 不會帶試 我真的覺得這集男生真的要看 因為男生最常送女生就是戒指 對 戒指 對 健康膚色的女孩 就是要貴氣的金色飾品 才能與膚色相襯 手的質感都不一樣了 看起來也更高呀